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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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北京展览馆和张楚 还有新裤子什么的一些乐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表演演了一首歌 我很有幸和一个唱片公司签约了 然后他们就帮我来做策划 企划 然后出专辑 就是这方面 那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时情形也不大 对不对 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十七八岁的样子的话 不想去上班 我觉得这表达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当时为什么什么灵感让你有感而发会想到我不想去上班 这个上班为什么会给你这个心理造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 其实第一张专辑是我唱片公司的一个策划 对 然后我也是乐在其中的一起在参与 其实他们当时会觉得90后作为一个新兴人类 刚好呢面对社会就是要工作这样 所以就是他们想到的这样的一个idea 然后我一起配合做了很多事 是吗 对 那可以说这个不想去上班啊 这个名头非常响了 而且这首歌很容易被大家记住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演唱一下 好 那就唱一小段 好 接下来呢让我们新唱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叫 不想去上班 不想去上班 我1 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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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a 气来念 去1 你的故事 猫 去1辉3 去1 去1 amer0 去1 conscious 猫 是имо Ohda l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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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1不想上班 太难呼吸 Это我是搁擲作成负成负成掂在岸边的硬 不屑上帮 不要自己 我要 还个 方式 死去 觉得我的作品 从这个作品开始 或者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 就已经成熟了 我又有一个 非常成熟的作品 可以说是从 海底时代 走向这个青少年时代 从这个幼稚的 渐渐走向成熟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歌曲 对于我吗 对 我个人感觉 我有一首歌挺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叫 《房高小姐的逗路》 然后 之前我一直都住在 东三环的 就是 后县城附近 然后住在楼房里 其实写歌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更接机器 所以我现在就住到了东城的平房里 然后在我住在东城的胡同的平房里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 年龄很小 也是90后的一个女孩 很小 可能95之类的 胖胖的 很胖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无意间认识她之后 她就有跟我讲她的一个故事 就有很打动到我 就是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 然后她 她很坚强 她是从内心里面就是很阳光的 你不会看到她有任何的悲伤的东西 然后我说 那你小的时候父母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交流 因为她父母聋哑人嘛 那你会不会难过什么的 然后她就说 其实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出生 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我们的这个 天生的时候 那种状态 对 就是 没有办法选择 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只能很感恩 我们现在有的一切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从一个这么小的女孩的嘴里 说出来这些话 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 叫《梵高小姐的逗辱》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 不光是我对成长有理解 更多的是 我觉得 我的歌曲的创作 很多的 我开始去 真的在生活里面找我的元素 就找我自己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要唱什么 我要表达什么 其实之前一直在表达 就比如说你在 孩童时期 你所每天接触到的 就是这些小朋友 就是那你在上学的时期 你接触的就是你这些同学 所以你表达的东西很局限 所以我现在呢 怎么说 就更贴近于生活吧 好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梵高小姐的豆乳 他不会说话 只用眼神表达 会说话的人 从来不珍惜他 一寸一寸 一寸一寸在挣扎 一寸一寸 一寸一寸在让达 一寸一寸在让达 过了多久 我已不再要求 我还是我 但不会发疯 雨雾和连海的红旗球 从上行过 我还不懂 你是我的 最快乐的梦 那下面咱们玩一个游戏 好 来 我们从这个整个 一个非常深情的环境里 那么从还是女士优先吧 我感觉好像第一按的压力有点大 好 压力转给我们了 大牙是猪牙吗 也不是 好 我按一个 好 越往后按 越往后按 其实我特别想看两根抽 一个签 对 我觉得要让他 大家都喜欢看帅哥出手了 来 好 还有三颗牙 好 还有两颗牙 那么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 可能有一个人会 会中 对 那么如果 如果他特别仁慈 嘴没有下来的话 那么咱们仨打成平手的话 我觉得这一局 就用石头剪子布来决一胜负 你们有没有意见 如果当然他不下来的话 这种几率很低了 OK 好 那这意思就是他先按呗 还剩两颗应该是我先按 对 好 你去这样 可以吧 我觉得 我想 我想帮你一把 好 你看 哈哈哈哈 天哪 这个东西怎么好了 好吧好吧 那这样的话 既然是这样的话 来 我来抽一个 好 抽一个 大家都是你说的 对 来 好 抽一个 好 交给你 好 看一下 对 最近的异性唱老鼠爱大米 所以就是对我吗 对 对对 OK 老鼠爱大米 歌词我可能要想一下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咪咪咪 好好 谢谢 可以了 我觉得 两个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再唱的话 真的眼泪就会自然流下来 因为被他感染 我唱得也特别投入 真的 你有没有看见 我这种两个眼睛里 有一种特别爱的力量 就直接射出来了 直接射出来了还行 好 那么接下来 有一首歌 我相信能够很好的 把你这个音乐精神和灵魂 进行表达 你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瘸腿的猫 这首歌是什么意思 瘸腿的猫 其实是我对理想的一个表达 你像有一个 觉得猫在瘸腿的时候 它是最正常的状态 没有 没有 这个猫 其实它是很独立的 然后 它为了想要自己的东西 它会不择手段 其实猫也是很好奇的 这个动物 它是 有一点点 让我觉得是 很像我的一个感觉 但是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 特别有画面 你看我唐磨虎点球箱吗 瘸腿的猫 你觉得是会不择手段 难道是有一个 比谁更惨吗 但是我 还有 我的胳膊被打斗了 谁能比我惨 小强 对 你让我不太理解了 你说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 一个就是 猫 它的世界里 只有它自己 对 对 去谁告诉你的 是猫告诉你的吗 没有 猫是这样的 猫是这样的一个动物 它的本性就是 所有人都要围绕它 就你如果养一只猫的话 不是你养它 它是你的主人 就是你没看 你没看那视频吗 主人 猫猫我 主人 猫猫我 它永远都是围绕着自己 我感觉 它是用人话说的吗 对 我猜的 那瘸腿的猫 那为什么用这样一种 其实我们表面上看来 这个猫其实是不健全的 但是为什么又把你自己这样一个 有寓意 别理想化的东西 来寄托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听一下 从这首歌里面找到 我想表达的内容 下面这首歌呢 叫做瘸腿的猫 来一起欣赏一下 城市的人们一样 旋转的机械轨道 躲不掉查销 一只零空空荡荡 磨损了尖角 在地下屋里的地毫 僵硬的轮廓 被捆包无处可逃 迷雾的路旁中央 有一只雀嘴的猫 将黄的眼睛 和一身黑色的猫 残缺的身体 却不乏优雅的奔跑 毁白的世界 认识了它的睫毛 嗚呼 没有风 没有太阳 眼神像一道光 长出了翅膀 嗚呼 让欲望自然生长 大步奔跑 忘掉全是的伤 所以我想马上新一辟就要发布了 而且我们听说这个地点要选择在798 这样一个非常有唯一气息的地方 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让我们蜂拥而至 来感受一下你的音乐的魅力 对 4月5号呢 我会在这个798的颂养美术 然后做一个首发EP的小型的现场 然后还有我做的一个展览 那这一次呢 也跨界合作了一个摄影师 也是我的朋友叫小诗 然后希望大家呢 可以过来捧场 或者是喜欢的话 就可以去我的微博 at圣南王 找我的这个演出的消息 圣南王啊 也要记住这个微博 我们会实时来公布 我们整个一个发布一个情况 能不能就在这里啊 在我们酷流可以说独家来公布一下 我们整个的发布会上 会有哪些惊喜给大家准备的 对 第一个惊喜是 因为这个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演出 它有一个跨界的合作 包括宋阳美术的这个空间 它也是一个798比较有名的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做艺术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惊喜第一个点呢 就是在798没有放到传统的Life House 或者是一个对 是一个演出的地方 第二个惊喜呢 就是现场会有我的展览 这个展览的话就有我四五幅作品 是和身体有关系的 对 身体有关系 身体作画吧 身体作画是就是在身上描绘一个 一个问题 是是是是像类似于刺青之类的 不是 就是1991的这个围绕着1991数字的创作 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 可以说 我觉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发布会不仅仅是其实一个我们音乐的一个分享 其实是多层次 包括摄影 包括绘画艺术 包括音乐等等 是一个综合艺术的一个表达 对 对 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可以说年纪轻轻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构思 你觉得最大的灵感来自哪 表达吧 你对生活 你对艺术一种渴望 其实有些人一直都会在问 这些艺术家在做什么 就当然我没有把我自称了一个艺术家 而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表达者 那艺术家都在做什么 其实他们更多就是在想象如何去表达这个世界 其实可以说跟原来的自己 小时候自己说再见 我们马上要迎接来一个更新 更崭新 更完美的一个自己 那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有一首歌挺符合现在意境 叫Good Bye My Love 这个也是可以看看你怎么理解 好像在字面上理解就是再见我的爱 也好 但是可以说我们跟原来的自己 或者说不成熟的自己说一个再见 然后去用我们新的热情 用我们更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来拥抱更好的自己 去面对更好的自己 对 Go By My Love 这首歌其实是我16岁17岁的时候写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爱人 不光只有你的Lover 就是你的爱人 亲人什么的 就是你的伴侣 其实你爱的人有你的亲人 朋友 然后跟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 都要就可能会有离别的时候 就是顾白白了 就是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写给所有这种的情绪里面 就是所有的人 一个情绪的综合 就是一个所爱的一个东西 没错 16 7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作品 我想想今天我刚刚15岁 16 7的时候 我还真是不太好理解 能够成立什么 那年你17岁 那一年 好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Goodbye My Love GailaOft 也会好好珍惜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这次真不再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谢谢你的爱 那次旁白的我 最后还是丢了你 独自来 独自来 这样的夜 再次唱歌给你听 没有心情 我反而很逃命 这些日子啊 请你要相信 我离开以后 也会好好珍惜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这次真不再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那次旁白的我 最后还是丢了你 独自动 独自爱 这样的夜 再次唱歌给你听 没有心情 我反而很透明 这些日子啊 请你要相信 我离开以后 也会好好珍惜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好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王盛南 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主持 非常帅气的李建新同学 那我们今天的夜唱呢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么也请我们所有的网友呢 准时在每周五晚上八点 锁定我们的夜唱 好 来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所有网友朋友们 再见